今天教大家做一個初學者都學懂的口金包 第一步是將口金放在紙上 然後用圓筆在外面圈 重點是畫上口金的屁股位 用圓筆畫好後用紙板圈圈圈圈圈圈圈 對接紙對上屁股位 把紙放在布上 跟著圖案畫分大小 只畫左邊的半就OK 因為你剪紙應該會對接紙來剪 可以確保口金左右兩邊是平衡對清的 可以把紙印放在口金確認 反轉布的底部 用紙印量一個蛋糕位 就可以拿筆在上面圈圈圈 記住畫上下對清點和左右兩邊的屁股位 如果紙不夠握頭不清楚圖案 就可以用這個小方法 就是墊布手機在下面 用同樣的方法 夾兩個紙印在一塊里布上 然後就到剪布的步驟 剪布的時候記得留在紙口位 我習慣留5mm 紙口位留得太多的話 就會浪費布和不美觀 但留得太少掛又會披口 初學者建議留1cm 選擇和布料相近的顏色線 準備好四塊布後 就可以出動帶頭針 把同樣的款式釘在一起 就根據你剛才畫的四個技號 來釘在一起 釘完之後就是這樣的 握好理部面部之後就可以開始穿針 穿針手縫過我會打雙線 我會由底部的中間位開始 用走針布一直穿穿到上面的壓位 就停 壓位記號調頭之後 也是走回走針布的 就是調回你剛過來的走針布的孔位 如果你們問我為什麼不用回針布的話 是因為我覺得來回走針布是比一次回針布 注意裏部的底部是要開個小孔的 小孔的大小 盡量插到兩隻手指便可以了 面部同樣用來回走針布縫好 不過就不用留孔位的 就把它反出來 就套在裏部裏面 你會看到面部靚那邊和裏部靚那邊 是對著的 兩塊布靚那邊都是包在裏面 你就會看著底部有不肯的地方縫 那這次就不用放大頭針了 只是縫這個半圓形我也是用頂部開始縫起的 盡量就一次過縫另外那邊的半圓 就是縫一個圈圈 尤其是兩個半圓中間的接口位 一定要縫多幾下 不然就很容易披口 縫好兩個半圓之後 還記不記得剛剛你在裏部裡留了一個洞洞 這個位置就很偉大的 就用來的臉部出來 就要先用小的遜絲 去袋子扱上面 然後從絨上加好縫 直接在冰箱裡 就是在裏面外放標籤他 をにかく上裏面 就用床針布去封 來回幾次 俩完成麗塘底來貼面 把底部型袋整齊套在寶寶中 就可以開始縫了 kids셔 握直後手要輻使一個布 不會曲ije 平的長更指向左邊縫得到 右邊縫不到 用走針布的方法去縫 也是來回的 這次是來回兩次 兩邊的半圓是要分開縫的 不可以一次過縫曬 打結的時候因為有個口筋阻住了 我就不會用傳統的打結 用針繞幾繞 扯條結出來 我會來回在同一個洞裡 瘦幾下其實已經很緊 不用打結都可以 在裡面的位置收尾 剪尾的位置就可以 一個用最簡單做法的口筋就完成了 8.5cm的口筋大約15-20元一個